第三次上课的话大概把重点回顾一下 那当然每次回顾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第一个你是不是真的理解了 你什么学会的 如果你没有学会的话 那你可能自己要再回去找个时间 把上个礼拜的东西要真的彻底了解 所以上个礼拜的重点主要有几个 那我会给各位一个清单 第三次上课的内容 上课内容主要第一个 你有没有办法利用那个什么 Challgb帮你产生一个Function VBA的Function程式 那当然了什么叫VBA的Function程式 其实主要解释一下 VBA主要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Function 那当然另外一种是Sub 所以主要是两个 差别是说Function 它比较像那个 你原来使用函数的方法 反正你一定要插入函数 然后它会给一些这个参数 它的好处是说 不需要像以前写一大堆公式 它只需要给很简单的 一二三 那它自动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呢 这个Function的存在目的 主要是解决就是 如果你的Excel里面 没有某一些函数 是刚好你需要的 那你是可以利用VBA帮你写出来 OK 所以这个Function程式主要存在的目的 有点是让你去写一些 有点像外挂 有没有 本来没有的 那因为很多工作 其实真的啦 它提供给你的那个函数 就是没办法做到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透过VBA去把它写出来 第一个就放 那当然这个写这个Function程式 以前是真的是非常困难 那因为呢 有TrugPT啦 所以我有把那个TrugPT生成的 那个语法 有没有那个问题 你就可以当范本 以后就类似像这样的叙述 它就懂了 OK 你不用讲太多啦 真的你不用叙述一大堆 结果它根本不知道 你到底在讲什么 它给你的东西一定 也不完全是正确 而且哦 那个TrugPT这样 它听不懂 它也不会说它听不懂 它会给你一个 还是给你一个 很正经八百的一个层次 对不对 但是结果是错的 OK 所以哦 有的时候 它错了它也不会 除非说你在底下跟它叙述 如果你不懂 你就说你不懂 它可能真的就不错 我真的挺不懂 OK 所以有些 有点像一个小孩子啦 很乖的小孩子 它不懂 它不会 它会假装它听懂 但是做的话 它会自己好像 去猜想说 你到底 你的意思是什么 有没有 反而是比较不听话的小孩 它就是 它就是会抗拒 反而乖的小孩就很麻烦 很乖因为太乖了 它都会揣摩 那个 别人的意思 但是实际上 不完全是它理解的 那怎么知道 它有没有理解正确 其实有时候 它回应给你的 那个开头 你大概看就 大概看得出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 它回应给你 上面有一些 那个 它开头会有一些 解释你的问题 你可能稍微看一下 如果它解释你的问题 它解释错误了 那表示它不懂 OK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它如果解释错误 或者是有偏离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 它给你的那个程式 也有可能会出错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啊 你下方可以再继续请它修正 那你不用担心 它会觉得你烦 没关系 因为翘翘不是人 所以它不会觉得你烦 反正你就是错了 给我改 哪边改改改 一直改一改 改 十四二四都没关系 我发现它真的很有耐心 而且不会坏掉 放心 所以记得啦 反正就是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帮你写出程式来 那以前写VBA程式 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事 发现其实还蛮简单的 然后呢 再来就是生成VBA的SUB SUB跟方言最大的差别是 SUB比较像是一个按钮 有没有 你写完之后可以把它变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就会自动呢 来帮你把问题解决啦 OK 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一些重点 那回去的话呢 请各位 也就是自己再把它复习一下 确定说你是真的会啦 尤其是那个生成问题的部分 那如果假设你不太 记得怎么下那个语法 或许你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讲义 类似我们的每个题目的解答 就是01 文字语之下函数里面的这个 第一个 那里面就会有我相关的叙述 你可以自己再参考一下 像前面有一些练习题啦 我也没有特别 就是说有一些可能没练习到的 我有在讲义里面有 你也可以自己练习 像这个是REPT嘛 那如果上个礼拜那个 那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地方 生成公式 请帮我撰写 Excel公式嘛 做什么事 然后如果你要写一个VBA的程式的话 请帮我改为VBA的方圆程式 但是这个这个叙述前提是你前面已经请他写公式 写完公式之后呢 你不用请他全重新再来过 你就直接跟他讲我要VBA的方圆程式 他就会帮你产生了 而且底下其实他会 会帮会叙述啦 而且还跟你讲怎么做 Function在这边 然后呢 这个是请帮我改为VBA的SARP程式 OK 当然了 如果你前面没有叙述公式的话 你就要自己再补这些叙述啦 比如说要做什么呢 要帮我串接09 后面加F4的E1 然后呢 再G4的这个 然后就是把它叙述完之后 如果你担心他还不懂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加一个所谓的利 利益的话就是 有点像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蛮重要的 他就会比较能够理解 所以你的叙述里面呢 尽量多一些 能够帮助他 他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话 那这个很重要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啦 如果是SARP程式 跟Function 还有公式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因为SARP 他不知道你要输出到哪里 你说老师 为什么公式跟Function知道输出 因为我们SARP跟Function 游标已经先放在 某个出存格上面了 所以你不用跟他讲 你要输出到哪里 OK 他因为公式嘛 反正你一定要先点某个出存格 把公式填上去 那SARP的话呢 没有 所以怎么办 你还要跟他讲说 我要输出到哪里 那我们的范围是 当然你可以列起的时候 先输出14 看看有没有成功 如果成功之后的话呢 再把这个14 改成14到1103 或者是直接这样啦 你就直接 希望一次到位的话 你可以把它输出到 14到1103的范围 范围的叙述中间就加个冒号 那这样他就知道说 你要写个公式 那我就帮你把输出的时候 直接从14填到1103 他就OK了 那将来当然你就把这个档案存档 像我们上个礼拜的练习 存档的话 他应该就会变成一个XLSM的一个 启用巨型的活跃部 我把它检视一下 如果你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 大图示 那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在这个档 副档名部分 他会是这个XLSM 如果你副档名没有看到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检视里面 这边有个副档名 副档名如果没打开 你可以检视副档名打开 我是建议可以看 另外的话呢 你可以看图示上面有个精探号 它就是表示说里面有写程式 那当然你开启它的时候 比如我们上个礼拜做的 你开启的时候 记得第一个动作 它会好像会跳个什么 启用内容还是什么 或者是警告说 要不要启用巨型 那记得如果你打开的时候 你一定要先点一下 那个启用内容 如果你没点这个选项的话 你在执行那个VBA 是会失败的 OK 怎么样看到 这个启用内容 按下去 确定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才有办法去 执行那个程式 OK 上个礼拜的东西就出现了 那 那个 开发人员如果没出现 因为我们这个电脑会还原 所以记得呢 你要再把它打开 还记得吧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这个可能就 多练习个几遍应该就出现了 那我们写出来的程式 就在这个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然后我看一下 上个礼拜的 这个方选 这个方选 然后我Sub好像 我上个礼拜有讲 看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应该是有讲到 有啦 只是说好像我这个没存到档这样子 奇怪 那那两段如果 假如像上个礼拜我没存到档 我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其实就这一段 Sub到End Sub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Ctrl C 然后把它Ctrl V贴过来 这样就有了 所以以后啦 你如果有些程式 假如怕说会遗漏 你可以贴在一个云端 然后把它贴过来就OK 那实际上 这个模组里面放的程式 它基本上就是一串文字 你可以放别的地方 再贴过来就好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清除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下方这个清除 Ctrl C 然后Ctrl V 那这个是在云端的第一十五页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 假设你也跟我一样 上个礼拜东西没有存到档的话 那一样 那你可以清除嘛 所以执行的话 记得只要把游标放在这个区域的任何一个位置 它就知道你要执行这一段层次 然后你按上面执行 有没有 这边就不见了 那你要按这边的话 就这边就执行 这边就有了 这个是Sub 记得 如果是Function 不是从上面 因为常常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这样的点不能执行 因为Function不是用这边执行 记得只能够用Sub 这个问题 这个问很多遍 很多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这边按就不行 那边按可以 因为它是Function 如果是Function呢 请你记得不是在这边执行 在哪边执行 在这边 有没有 插入 使用者定义这里 他会找到这一个 记得 然后按确定 这个好像比较麻烦 这个要一个萝卜 一个 两个 三个 不过也比公式简单太多了 OK 所以 VP 有VPA的好处 就是你可以把工作流程简化了 而且你们如果每天要做的 说真的 当然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方法 有没有Sub 太简单了吧 可是在这边执行有点麻烦 因为你还必须要开启Visual Basic 然后开启模组之后才能执行 所以如果假设最后要简化 好像最后有讲到插入按钮 插入这个按钮 然后把它拖拉一个 然后大小你自己决定 按住不要放向右下角拖拉 放开 他问你说你要执行哪一个 那我就执行这一个 我好像没有把它改成中文 如果你不改中文没关系 反正你只要知道那个名称 叫这一个 按确定 我把它取消好了 我刚才把它改中文好了 这个好像我把它改成叫手机的样子 有没有 然后这个叫做清楚 OK 记得改的时候后面的尾巴那个小刮斧 不能就顺便把它清掉 那就错了 记得一定要留下刮斧 反正它一定是sub 空格一个名称加后刮斧 这个结构一定不能乱改了 OK好 那这样的话就直接应该可以了 那最后如果加按钮的话呢 你就是直接这边插入一个按钮之后 拖拉之后哦 它会跳那两个sub 有没有 那你就选一个 当我按一下按钮的话呢 就帮我执行这个sub 那名称叫手机 那有的时候因为它按钮名称不会自己过来 所以你必须复制它的名称之后把它贴过来 OK 其实理论上应该那个直接就过来最好了 那没有没关系自己做好了 一个两个嘛 这样如果做了按钮之后 那当然就方便许多 复制一下 然后这个就把它再贴过来 这样完成 最后的话就按一下 按一下 这样其实感觉还蛮好的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有一大堆按钮 你每天都按一按一按 事情就解决了 就OK了 这样不是很美好的吗 OK 所以你的工作 真的很多同学 工作慢慢就变出很多的按钮 然后一整天的事情 就是按个按钮 事情就解决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 OK 所以它变成说每天的工作 就是把它以前的事情 慢慢思考一下 怎么简化 然后最后呢 花很多时间就是在想 怎么去写这个程式 于是它真的就因为这样的关系 一段时间它这个VBA就越来越强大了 所以它当然越强大之后呢 它的时间就不用花很多 所以它变成每天多出很多时间 它就有时间继续练功 然后继续练得很强大 这个程式对它来讲 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你这个专业技能就培养起来 OK 好了 那请各位 试着把上个礼拜的部分先复习一下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换个题目 一样的类似的问题 我们只是换一个需求 所以待会请各位开启151这个刮壶中自串 打开之后 那我们的需求一 就是请你打开之后 请你先把B2到B10 你说是上面有答案 对 请你把它叠一架掉 这个是先给你看 就是要你做 那提示有大概几个公式里面 可能第一个 需要三个函数 这上面有讲过 你可以先想想看 如果可以自己打 如果不行的话呢 你可以请TRAGP帮忙 那这个是公式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可能再增加一个叫制定函 就是Function 再增加一个Sub 所以呢 今天就是针对这一题 把上礼拜复习一下 确定你是真的会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